好我們接下來補充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叫做RFLP 它的全名中文名字叫 限制片段長度多元性 但這我們拗口的名字誰知道啊 一般暱稱它叫DNA指紋 好就是你怎麼知道這個DNA是前半的 還是誰的還是誰的 就是說DNA的判別 這個現場留下來的DNA 是誰是ABC A君 B君 C君的誰 所以叫做DNA指紋 好那我把它的原理大概說明一下 首先你要先把藥本中的DNA找出來 重劃它 然後利用PCR放大 要先放大哦 放大之後利用限制片去切 因為限制片會切特定的片段 就切切切切 切完之後再去跑電影 不同的片段 因為越長的跑的慢 越短的跑的慢 越短的跑的快 越長的跑的快 就分開來 然後再做西方末點 不然是南方末點 因為是DNA 那這是原理的過程 我們看一下它的操作過程 現在呢 假設有兩個樣本的來源 一個是A君 一個是B君 兩個不同的人 他們的DNA序列一定是不同的 來源兩個不同的嘛 又不是通腦雙胞胎 好 存化出來之後呢 我先做PCR放大 放大之後呢 各位你們看它的序列哦 我利用那個 PCR放大的時候 我會放入影子 所以它放大的片段一開始就不同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加了同樣的影子 它夾出這四段 而A君夾出這三段 因為這兩個 A君B君的DNA序列不同 我用同樣的影子去放大 會夾出不同的片段 所以光是PCR 我夾出來的片段就不同了哦 好 其中這些片段當中呢 有一些叫做限制煤辨識區位 就是限制煤會切割的 那各位就知道我接下來要幹嘛 我就加入限制煤 限制煤一下去之後呢 只要是限制煤辨識的區列 就被切斷 換句話說我透過了同樣的 影子去做PCR 並且放入了同樣的限制煤 結果A君跟B君會放大 切出不同長短的DNA片段 因為A君跟B君的DNA序列不同 所以經過PCR跟經過限制煤的處理 它所產生的那個 DNA片段不一樣 像這個A君產生了這個片段 這個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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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呢1 2 3 4 5 6 7 8 9 它產生9個 每個人都不一樣 因為序列不同 好 接下來關鍵來了 我們有個序列叫做探針辨識序列 這個探針有可能是染劑 它會染上或接上特定的序列 所以有黃色的地方 都會被我們的染劑 或是你的一些工具連上去 那沒有的怎麼辦呢 就不會染上 好 那我就把這些DNA 拿去做電郵 短的跑的快 長的跑的慢 短的跑的快 長的跑的慢 好 我剛剛說這邊有幾個片段 1 2 3 5 這邊有7個片段 這邊有9個片段 好 所以這些7個片段 這9個片段去跑完之後 它會有不同的位置 那電郵是這樣 這邊是負電 這邊是正電 因為DNA是負電 所以它會往正電移動 好 所以A君跑出來的 會有這7個片段 而B君會跑出這9個片段 但這些片段完全是看不到的 DNA是透明的啊 好 這時候我放進我的碳針 那我剛剛說碳針 有可能是染料 有可能是棒色性 它會辨認特定的序列 好 往前看 我剛剛不是說有黃色的會不會連上去 有黃色的連上去 那這邊有黃色有1 2 3 是不是就有3個 而這邊有1 2 3也是3個 好 染上之後注意到了嗎 1 2 3 1 2 3 為什麼只有這3個看到顏色 因為其他的片段 沒有剛剛所說的 探針辨識序列 所以雖然你切出來的DNA片段很多條 我也只能針得到某幾條 好 針針完之後呢 你看到沒有 A君長這樣子 B君長這樣子 是不是不一樣 因為他們的序列不同 切出來不一樣 跑出來就不一樣啦 可是現場的嫌犯跑出來是這樣子 好 請問 A君跟B君誰是嫌犯 是不是一模一樣 為什麼一模一樣 因為你跟嫌犯的DNA 是序列一模一樣啊 所以PCR放大的片段 然後經過切割的片段 經過探針編證的片段 一模一樣啊 那為什麼你跟嫌犯的序列會一樣呢 因為你就是嫌犯啊 對不對 對 你就講對了 如果是同卵雙胞胎呢 跑出來結果一樣 所以除非你有個同卵雙胞胎 不然你就是嫌犯 對 說到一個好例子 所以國外真的有個例子 雙胞胎 其中一個被懷疑犯罪 現場找到的樣本 跑出那個DNA指揮 就是他 可是他說我有雙胞胎耶 怎麼辦 所以那個法院發現 有兩個一模一樣的DNA序列 不確定是誰耶 當場無罪釋放 沒辦法 因為你不能確定誰是犯人 無罪推定 就是國外的論點 你不確定是誰 就要假設他們都是無罪的 除非你有新的證據證明 這是哥哥不是弟弟的 那就OK 可是沒有證據 那你關誰 你覺得是哥哥就關哥哥 你覺得是弟弟 他兩個都關 你可以關一個沒有犯罪的人嗎 他們國外的法律觀點是不遵許的 所以寧願無罪釋放 再找新的證據 才能證明誰有罪 有這樣的現象 好 以上 對 可是他因為這樣是也會被大家注意 這兩個說話他一定有個壞 會根本都是壞 會比較被大家注意到 他也要更謹慎 因為開始有人要找他的證據 好吧 也是啦 各位再繼續往下走 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DNA指紋是依據DNA的序列 可是 我們剛剛做的是嫌犯的判斷 這比較單純 但如果今天做的是親緣關係 為什麼會出現極大的事呢 爸爸在這馬在這裡 你會發現一件事 爸爸有一部分跟小孩一樣 媽媽有一部分跟小孩一樣 有發現嗎 為什麼一部分像爸爸一部分像媽媽 因為爸爸的兩條染色體 媽媽要兩個染色體 其中一個給兒子 其中一個給兒子 所以爸爸有一個 染色體的序列跟兒子的這個一樣 媽媽有一個染色的序列跟兒子的一樣 而兒子的兩個一定一個跟爸爸一樣 一個跟媽媽一樣 所以當你在做這種親緣關係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 孩子會部分像爸爸 部分像媽媽 部分像爸爸 部分像媽媽 可是媽媽呢 有部分不像兒子 為什麼 因為這一段染色體 他沒有給這個兒子 這是親緣關係 親緣關係會出現 爸爸跟媽媽 跟兒子有一半重疊一半不重疊 好那你知道原理之後呢 那 如果是叔叔 這個爸爸的兄弟 會類 部分類似 部分不一樣 那類似的會變少 不一樣變多 還是可以判斷你們有親緣關係 而且他的相似度不是一半 可能變四分之一 哦 你不是這個的兒子 而是這個爸爸的兄弟 又隔一隔 啊 因為 那就是其他的一案件囉 所以親緣關係 這就是DNA指紋 因為你的指紋 每個人不一樣 同樣的 每一個人的DNA序列也不同 我透過這樣的模式 就可以很快的做 跑出的膠 他的分布 就當作你DNA序列的指紋 就可以判斷 誰是嫌犯 或是誰是你爸 以上 我們就把這個RFLP叫做 限制片段長度多元性 簡稱RFLP介紹完了 順便補充一下 為什麼他的名字這麼長 叫限制片段長度多元性 限制就是限制媒 切出來的片段 有的長有的短 而朱線每個人都不一樣 你跟我不同 就是形態有很多種 叫多型性 雖然英文雖然右側偶長 但是也表示出他的功能 他的內容性質 利用限制媒 切出不同的片段長度 每個人的片段長度都不一樣 而出現了多型性 所以就是要做 限制片段長度多型性 英文簡稱RFLP 不論你講的都很拗口 就叫他DNA指紋吧